哈囉,大家好,我是Erica 哈囉,我是大兒 為了因應現在端午節要來臨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玩立蛋比賽 沒錯,聽說在端午節的中午立蛋的時候是最好立的 對,因為那個時候好像是什麼地心引力的關係 所以是最適合立蛋的時候 而且據說在端午節的中午12點 成功立蛋的人會帶來好運營 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吧 雖然現在不是端午節,哈哈,騙誰啊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要比誰可以把蛋立起來 而且我們有準備一個懲罰 特製重點 特製重點,到底要怎麼做呢? 現在要來做我們的特製粽子了 特製粽子,我們現在有什麼? 白飯,醬油,哇沙比 我們要用包,先抹來,包粽 首先我們就是先拿一點白飯 你要做多大? 可以小一點嗎? 沒有怕,我吃到 應該就是... 然後換一點醬油 為了要讓它擋得上粽子一點 不然它其實就只是一個飯盤 你弄得很多耶 你有吃嗎? 誰說要少一點的 太多了,太多了啦 不要太鹹啦,太鹹會犧牲 這樣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就很像粽子的那個飯的顏色 誰想出來這個調色的方法,好聰明喔 不知道耶 好像是我耶 傻眼 這樣應該蠻好吃耶 就是俗生的醬油拌飯啊,搭一顆蛋 待會你粒,沒起來就直接搭進去啊 不要 保鮮膜喔 我可以吃那邊嗎? 你是多餓啊 形狀有規定嗎? 是粽子的形狀啊 三角喔 這樣也沾太多了 哇,這樣要洗腎耶 我待會兒一定會粒起來啊 嗯,就這樣嗎? 但我們為什麼要做兩顆呢? 其實也有可能就兩個人都粒不起來 吃自己做的那一顆 給我保鮮膜的一小 怪我囉 不然咧? 有網友說我們對彼此很貼心還是什麼的 就是不像... 欸,我幫你擠 就不像其他人那麼惡整對方 你有看到那一片嗎? 沒有耶,我幫他擠喔 欸,你這樣好了嗎? 我...跟我稍微聊幫你擠 公平吧 公平吧 哦 哦 你這樣不太善良 OK啦 太多了 太多了吧 哈哈 他感覺真的很嗆耶 真的嗎? 我幫你擠 我很忍慈好不好 欸,我的飯比你少喔 你要那個就是 欸 他沒了喔 好了,夠了 夠了 夠了 整個是家 可是我飯很適合 我買包重重吧 等一下,他好辣喔 我有點後悔 反正我不會吃到 做好了 欸,這樣你好快喔 等一下,我要很像 就兩個都很認真 不要輸 明明比賽又不是比這個 我做好了 特製重重 好基本風味喔 感覺上面都要放一些 欸對啊,這就是生魚片在沾的耶 那我是你的兩杯大 耶,重子成功 成功 進入我們的重點 高級都不重 重子是離蛋 現在要來離蛋囉 太難了 他在那邊給我偷練 計時五分鐘囉 好棒喔 好,我要偷跑 欸,怎麼會這樣 我要找那個比較鈍的在下面 不行啦,要尖著在下面啦 是鈍在下面吧 真的啦 鈍 確定 是吧 那我要換囉 隨便你啊 可以這樣嗎 不要罵髒話好不好 不要拍鈍的啊 欸,這個太難了 是不是因為它是鈍的啊 我可以在下面點東西嗎 不行啊 欸,我可以問一個智障的問題嗎 綠蛋是令生蛋很熟蛋 真的吧 我本來想順便突破魔咒的耶 不一定要端午節中午十二點 我發現可能真的要 完全不可能耶 欸,你不要影響到我的桌子 既沒有成功,你不要害我 我不想要吃碗沙咪 哪邊是燉的 哪邊是燉的 哪邊不是燉的都看不太出來 還是這樣呢 你真的長得歪歪的啊 不是那樣不講 對啊,我是因為這個蛋有問題啊 欸,蛋 蛋,你很畸形喔 在裡面走啊 喔,兩個人 太快了吧 我可以咬它嗎 啊,啟稀 啟稀 不要鬧我,真的 不要鬧我,拜託 不然我讓你吃蛋喔 屁蛋這件事情就是要 訓備我們的星星 加油 我們可以的 我們這時候就要拿出 我們科學的思維 雖然我不是三類主婦 但是我數學蠻好的 我四十幾分 我四十幾分 失敗了 我們兩個都失敗了 不可能 太難了 好嗎 段午節中午十二點的時候 就來立立看 我以為我們之間 其中一個人會立耶 我也以為 還是我們段午節的時候 再一次嗎 再一次 直播立單 你可以喔 原來會想看嗎 如果有人在下面說 原來想看的話 我們就來吃播放看 可是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不然你播你的我播我的 好 那我們要進入我們的城吧 老師我剛剛坐小一點了 我不想吃 好啦 就吃吧 願賭服術 而且你也好大喔 一人一半是你 好不好,這樣可以嗎 大家 也沒有人可以回我 我幫你回去笑笑 好,乾杯 乾杯 我沒有人好愛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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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沒有人好愛吃 啊!哼! 我想喝水 更好吃 更好吃 嗯 我覺得我要回頭哭 喔 等一下我們好遜喔 我要兩對一下 好噁心喔 快這樣了啦 沒關係我們願賭服輸 我們吃了 那我們剛剛秒不知道要噴下去 好噼喔 我們真的好爛喔 蛋立不起來然後這個東西都吃不下去 大家如果下次要做這個懲罩 你那個下手要輕一點不要那麼重 真的欸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裡囉 祝大家端午節快樂 喜歡我們的的話要記得訂閱跟追蹤 還有按讚喔 留言在下面我們都會看的 沒錯 謝謝大家 掰掰